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今天是6月4号 我现在在公司里 给大家录制这个节目 6月4号是一个非常特殊和敏感的一天 每年这个日子呢 很多人他都不会忘记 那么30年前的这一天 是一个充满了鲜血和眼泪的日子 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不知道在我面前观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有多少人能够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不管怎么样 很多很多像我这个岁数的人 这个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 当然了 这个记忆也许能够在百度上抹去 但是它在历史上是抹不去的 6月6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队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招贴画 这是我们公司为了纪念 为了纪念为自由而战的 牺牲的2400名美国官兵 当时是在奥马哈海滩上 牺牲的这些将士呢 做了一款纪念军表 1944年6月6号 诺曼底登陆在几个海滩上同时进行 其中在很多人不太清楚的 不太了解的一个海滩 叫奥马哈海滩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形是相当的险恶 而且美军攻下这个海滩的代价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当时牺牲的这个将士呢 有2400人左右 为了纪念这一天 为了纪念为自由而战 为解放法国而牺牲的所有勇士 我们特地设计了这一款军表 叫奥马哈自由军表 这款表呢 在国内 因为我们五月初才推出的这款表 所以呢在国内呢 它卖的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当我想起了这款自由军表的时候 一下子让我想起了6月4号 所以我呢非常的乐意提醒一些岁数小的朋友 可能很多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的观众 很多都是只有30来岁的 或者是40来岁的朋友 可以去了解一下历史的真相 既然你们翻墙出来 你们就知道如何去了解历史的真实发生 究竟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好 我今天呢 这一集节目呢 我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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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